因猪肉样本检测出非洲猪瘟,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于5月13日至14日销毁全港6515头猪,香港猪肉市场停工约一周后,于5月20日恢复饮食。 据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公布的数据显示,当天有2899头活猪供业界拍卖,总量较暂停供应前少了近一半。 当中,内地进口有960头,本地猪有1939头,猪肉拍卖价为每百斤平均2653元,较暂停供应前的1242元升了一倍以上。 记者走访香港多个猪肉店铺,不少商家表示,今日净货量较少,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,但多数贵买品卖,售价提升不多。 新铺来的,卖了不是很多。今天是白做的。很难卖的,怪不得了,怪不得了。 没看暂时,不是看长远,不是看现在。 调精了一点,两成左右。贵买便宜买,我们都是做街坊生意的。 太贵的,街坊接受不了。做生意是长做的。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 记者看到多个猪肉店铺前 人来人往聚集不少购买者 有少量猪肉店铺 猪肉已经全部买完提前收到 不少市民表示 对于市场供应的猪肉有信心 对于猪肉提价 多数市民表示理解和接受 认为目前的猪肉价格合理 石环署预计5月21日活猪供应量可达3360头 有猪肉店铺商家表示 经营20来年 第一次遇到进货价大幅度提价 相信是短暂的过渡期 预计维持一周左右才可恢复正常价格